舞蹈 小翻小翻后直900下 那么它之所以做前面有两个小翻的话 就是为了你们拿连接的加分 因为它三个动作连接 这个下法在D组以上 那么是有连接加分的 比如说BBD的话 它就能加到0.1 如果它做的更难一点 下法做的是一个E组的话 那么BBE的话就加到0.2 如果你前面只有一个小翻下的话 那么就是没有连接加分的 看看回放中 看它的这个羊跳 脚碰头 这是狼跳 劈腿跳 跳步是有非常明确的姿势的角度要求的 比如说刚才看到的羊跳 也叫接环跳 它这个是挺身后驱 头后仰 脚几乎要能够碰到头 身体成硬环状 13.80黄慧丹的跳马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的 两年之后复出的承飞 那么对老将来说 复出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轻易的事情 因为你要把自己的状态恢复到自己 最好的那个时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承飞这次在接受这个赛前采访时也表示呢 他是通过今天的比赛 是尽力的把自己现在目前已经恢复到的状态呢 是展示给大家 他最强的项目就是跳马和自由操了 在体操这个项目上 女选手如果年龄是23岁的话 就应该算是很高龄的运动员 因为场上正在比赛的 比如说像美国队啊 还有像这个俄罗斯队的主力 都是比较年轻的小 小姑娘大概都是16岁到18岁 韩思心14.80的平衡目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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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同天津队平衡目 讲同天津队平衡目 很可惜他是团身前空翻转挺180度 掉下气血 这个动作是相当难的 在目上完成 挺身前空翻 后团动了一步 他做的是一个狼跳的转挺360度 团身的侧空翻 墓上放动比较多 墓上放动比较多 后驱两周下 后驱两周下在平衡目上做 它是难度是一个翼组 就同样是这个动作 在不同的器械上 它的这个分值是不同的 比如说后驱两周 在自由操当中只是个D 但是到了平衡目上 做下法的话 它就是一个 很好 那个 我最后路 非常有练习 忠诶 劳 幽 动